我首先回应一下,因为有人提问这个问题,就是说,怎样发现自己的恩赐了? 其实神创造人,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自然镜像,有些人生来就惯性人的,有些人生来会多思考的,什么东西都思考,什么东西都反问。 有些人是很愿意合作的,有些人是喜欢画画的,画图画的,这个是他本身的倾向,这些方面也可以他有恩赐,每一个人都有自然的倾向。 然后另外我们整个发觉在神里面的恩赐了,就是当我们信耶稣了,传福音,很重要我们鼓励每个人都做见证,像你的朋友做见证。 然后他们发觉他们做的时候,什么对他来说是最自然和做得最好的。 当你发觉你什么做得最好的,你就做更多,也训练,也可以找老师,你可以问传道员或者是领袖,或者是在网上某些人在这方面有强烈的恩赐的,你询问他们,你怎样发挥这个生命啊? 你怎样使用出来啊?我自己是主动学习的,我经历圣灵教,我主动去看,参加不同的聚会,但我都觉得有失望。 但其中我看到一些好的地方,有些教会,有些聚会,帮助人投入爱慕神很长的时间,这个是我最得帮助的地方。 但在那里,他们没有很多训练,我就有这个心,我觉得信徒是可以被训练的,当我发觉人经历圣灵,我就自然有这个倾向,很想训练他,这个就是神给我这个动力,就告诉我我有这个恩赐。 所以你就留意在哪一方面,你有这个动力去做,而且是做得好的,那做得不是很好,你还可以进步。 你弹琴,你可以进步的,慢慢来,弹最简单的,可以弹到,你就可以再进步。 这个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进步,例如,我有些地方,我的进步是比较多的,有些地方,进步不是最强的,因为那些不是我的强项,但我还是使用这些恩赐。 这个就看我们怎么样,例如,我比较强是帮助人的灵命,教导,训练,慰言祷告,经历圣灵这方面,音乐,敬拜,但我在行政上,这个不是我的强项,但我还是需要做,还是需要做。 这个就是,我会使用,但不是我的强项,这个我们就了解自己了。 然后,有其他人,我们就与他沟通,也让他试试不同的侍奉,看他们哪一方面比较能够发挥,这样的话,我们就能够帮助他们提升。 好了,另外一点,刚才我准备说的,就是,我们提升人,训练人,侍奉神, 可以有不同的层次,这是愿意侍奉人,也有不同的层次。 有些人是,做最基本的侍奉,接待人,帮助一些事物,有些人是关心人的,关心人就比较重要,因为他们能够帮助人,关心人, 但关心人还分不同的利别。有些人,关心人就是,人觉得很被安慰。 有些人帮助人的手,帮助人得安慰,也同时提升他们的生命。 就是,他们被医治之后,怎样提升了? 其实,我带来的人,都是经历过医治,然后经历医治之后,就提升他们。 然后,有些人,他们有这个动力,自己有动力,自己去学习,自己去发挥。 这样的人是最宝贵的,因为他会有动力,但同时他需要学习谦卑。 我感谢神,我在这个,怎样侍奉这方面,我是不能找方法怎样进步的,我是自己有动力。 我希望你们也是这样,我可以自己在神里面找我的道路。 当你找到的时候,你就说,我知道这条路是我应该走的,你就尽力去做。 然后,你尽力去做的时候,你就进步,更大的进步。 例如,我这大约十三年之前,我回到香港,可以有自由去宣教。 起初的时候,我去宣教,我都去告诉人,我最希望训练传导人牧续。 但他们不是带牧续传导,而是带很多平行徒来。 我就,在里面就有一种声音,最重要是训练牧续传导,因为平行徒来到觉得很好,但他们不会被神使用。 因为不是他们不冷,而是他们没有这个动力。 所以,我去的时候,我留意谁有这个前置,慢慢我就说,我主要要训练领袖。 因为这个重要性比较大,而且哪一方面我训练最好的,我就寻找。 然后,一步一步地,再提升,神也为我开路,在现在的路上,为我开路。 这个就是我不停地找方法,怎样去更大的发挥神给我的恩赐,生命。 我感谢神也认识,老师,这个就为我开这个路。 但我同时也有其他的路了。 我的祷告是什么?神的求理为我开路,让我找到你想我走的路。 怎样发挥我的生命,成全神的主义。 我的目的不是我的心意,是神的主义。 你觉得我在哪方面最重要要发挥的? 我就发挥这方面。 我去寻找这个神的主义,如果你用一个圆,圈,圈子,就好像你卸战,是不是? 拉弓射箭。 拉弓射箭。 射箭。 拉弓射箭。 你这个去把,是不是? 对。 有些人去卸到这个把的旁边, 但你的目的不去打到这个旁边,你就要打到这个红心,是不是? 我们的侍奉,如果你找到神为你预备的红心的话, 也进入更高度的侍奉,这样的话,你的侍奉就更提升了。 进入这种奉奉的人,必定生命是完全的献给主,处理所有的罪,所有的负面思想,所有的被人影响的地方,各样的烦恼,各样的软弱,负面想法。 然后怎样更追求圣洁,也追求与神连结,然后怎样尽力的发挥。 这个就是整个圣灵预备好,成为圣洁预备走神的路。 这个就是我们求圣带领的路,而且找到最重要的,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,而且我们是尽力去做。 例如,我现在有空马上做什么呢?写很多材料,写很多材料,可以发给更多人。 这个就是,也是老许领受的方向,他说他在意象中,或者是梦中, 意象中看到很多教会,要将这个教导传开,我就准备写更多的, 这样的话,就能够更高度的发挥。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追求,进入神最高的层次。 好了,现在讲这个,尽力圣灵步道法,和心灵意志步道法。 我补充一句话,你刚才说是图片,是图片的。 我以为你是说,哦,图片,图片,好的,好了,这个是经历圣灵之后, 传福音和带来意志的方法,传,啊,步道的方法。 这个经历圣灵步道法,和这个心灵意志步道法。 经历圣灵步道法的程序,怎样做? 首先,聆听人,呼应人的需要和感受。 跟我们的邻居,啊,朋友,啊,亲友,啊,交友,啊, 了解他们的情况,关心他们,呼应他们的需要。 当有人说,啊,我不开心,啊, 很多基督徒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? 他说,我不开心,很多基督徒自然的反应, 你多祷告了,依靠神了,就不会担心了,不会不开心了。 我想问你一下, 如果你刚刚被人骂了, 如果今天,你进来之前, 你被人骂,被人伤害,你很伤心,你进来, 然后你,你告诉,啊,人说,啊,我今天很不开心。 他就说,你多祷告了,依靠神了, 不要担心,不要不开心了。 你的感觉是什么呢? 你就觉得好像他没有感受你的痛苦,是不是? 是的,但,这个是我见过很多次, 我去到很多群体,啊,有人不开心, 马上有人说,你多祷告了,依靠神了, 不要担心,不要忧虑,都去教导。 所以我们第一,要了解,啊, 我看到你不开心,啊,我听到你不开心, 我也关心你的, 你可以告诉我,你有什么事情发生啊, 啊,有什么原因,你不开心啊, 啊,了解,聆听,然后回应, 回应的时候,不许说,那你依靠神就可以了。 首先,最重要的回应是什么呢? 啊,我听到你所说,我知道对你来说, 是,这关系痛苦的。 我想问你,两种反应, 你想象一下,你今天很痛苦, 刚刚被人骂了,很伤心, 然后我听到你很伤心, 啊,我,如果我说,啊, 不用伤心,你祷告就可以了, 祷告耶稣就预计你了。 另外的回应,啊,我知道很难受, 我知道被人伤害, 心里面真的很不舒服, 很受伤害。 我想问你,第一个反应跟第二个反应, 有什么分别啊? 哪一个反应,你会觉得更舒服啊? 第二个反应, 就是人感受,人的感受, 因为,为什么呢? 我们是人,我们不是机器, 我们需要人的, 人,那人独居不好, 我们都需要人的, 需要朋友, 需要人的, 接纳,首先是接纳。 但有些人说, 例如,有一个, 有一个人,他刚刚离婚, 他说,啊,我刚刚离婚啊, 啊,我很不开心啊, 另外一个人说, 你不应该离婚的, 这图不可以离婚的, 你知道吗? 他不能接受, 其实我们都知道离婚是不好, 不代表我接受离婚是好, 但我接受他离婚是不开心, 这个重点,我不代表他所做的是对的, 例如,有人常常追求异性, 刚刚被一个异性骗了, 欺骗了, 然后他来告诉你, 你就说,我已经告诉你了, 不要追求异性了, 你随意追求异性就被人伤害了, 虽然,他追求异性是不好, 但他现在受伤害, 我们还是接纳他的受伤害, 我们无需接纳他追求异性, 我去接受他的痛苦, 他的不开心, 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, 这个是很大的伤害, 对你很大的影响, 我知道你不开心, 这个就是讲出他的感受, 也可以表达我的里面也觉得会感受你的伤痛, 我里面也觉得伤心, 我也觉得不开心, 也可以讲出我们的感受的, 因为情绪的回应是很重要, 以前我曾经讲过, 对神的情绪的回应, 我很喜欢你, 是更神很喜悦的, 为什么? 圣经说以耶和阿为乐, 就是真的神是我的喜乐, 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人对神的感情的回应, 人对人感情的回应也是很重要的, 如果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教堂, 我还记得有一个教友, 他其他人都欢迎我, 但这个教友的反应, 我觉得给我很大的鼓励回去, 因为他有一种亲切感, 他说上个星期再见你, 就是他的, 说话的方式, 令我有这个感受, 其实我在我的书里面也写这个名字, 写这个人, 就是他曾经这样接纳我, 我就觉得被关心, 所以我们传福音很重要, 是聆听福音, 不要快快地教导, 结果必定要训练, 我发觉很多人很容易就教导, 而且很容易指责, 你要苦一改啊, 你知不知道你犯了罪了, 他的确犯了罪, 的确是对的, 但问题是在这个情况, 我们说他犯了罪, 这个不会帮助他, 有些小缘犯的罪, 我们怎样说了, 可以说, 你觉得你刚刚所做的事情是好吗, 对你有什么影响, 对别人有没有影响啊, 当你想到你所做的事情, 你会想怎样做呢, 怎样, 你怎样, 你曾经说这句话, 你觉得你可以怎样处理这个事情呢, 这个就是训问他, 去帮助他, 处理他曾经犯了错误, 不一定代表要需要指责, 有些小需要指责, 但指责也可以温和的, 例如有人, 参加训练, 总是迟到的, 当然有些时候是人不能控制的, 但有些情况, 有些人是, 他有, 有困难, 我们可以了解的, 我留意到你常常都迟到, 有没有什么原因呢, 我去了解, 然后了解的时候可以问他,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调整你的时间, 可以更准时参加训练呢, 这个方法比一些人的方法, 他们会说你又迟到了, 你不适合这个群体, 你不应该受训练了, 这个的话就, 你就完全的令他受伤害, 他可能就离开了, 而且也可以离开这个教会, 所以我们求生帮助, 我们有这个游和的心, 感受人的需要他的感受, 第二, 分享自己或者是别人类似的经历和神的帮助, 例如这个人说, 我家庭吵架, 我现在很不开心, 我们也可以分享了, 我首先去回应他的感受, 我知道你很伤心, 我知道你很失望, 你在家庭中真的很多次被伤害, 真的很难受, 可以说出来, 然后我们可以回应的时候, 看他的反应, 如果他还是很情绪化的时候, 我们还是继续接纳, 可能拥抱他一下, 安慰他, 我们也可以说, 我感受你的伤痛, 耶稣也感受你的伤痛, 说耶稣感受你的伤痛, 跟你祷告求全是不同的, 耶稣感受你的伤痛是恩典, 你要祷告求全帮助你, 是律法, 吩咐他做什么, 你领域这个分别吗? 就是能够说, 耶稣看到你, 他也关心你的, 他为你伤心的, 他很想医治你的, 好了, 然后我回应之后, 我就分享自己, 或者是别人, 有类似的经历, 而且是神的帮助, 如果我们越多为人祷告, 就越多经历, 因为我为人祷告次数很多很多很多, 所以我很多经历都有, 有人说他的情况, 我都经历过, 我都说, 我曾经有人这样经历, 我也曾经这样经历, 分享, 然后就邀请他了, 你想不想我为你按手祷告, 如果在情况, 不适合说按手, 你就会说, 可不可以为你按手, 为你祷告, 求神安慰你, 依据你好不好, 然后女性跟女性很简单, 就是抓住他的手, 已经去按手了, 男性对男性就, 未必适合, 因为有些男性会觉得很奇怪, 为什么你抓住我的手了, 女性比较, 这方面比较开放的, 然后, 但男性对女性就不要抓住他的手, 我们如果为他按手, 必定要问他, 我可不可以为你按手, 在你的箭头上可不可以, 然后第四了, 询问, 请你仍然祷告之后, 按手祷告之后, 带领他爱慕神啊, 耶稣在爱我们啊, 唱四歌啊, 如果是传福音的话, 这个祷告不应该太长, 如果是帮助人的灵命, 可以长一些, 但不要太长, 因为他们不习惯了, 如果你15分钟的话, 这个人已经, 他说, 每一次之下, 这祷告15分钟太长了, 我们就看时间, 看这个情况, 然后就是问他, 请你, 愿意闭上眼睛, 你家祷告之后, 有没有什么经历, 或者是感受, 然后告诉他, 你所经历的平安啊, 轻松啊, 是圣经所说的, 神这么正确祝福你, 你想不想, 耶稣以后祝福你啊, 然后他说, 愿意, 然后我就告诉他, 福音, 你想听, 请听清楚啊, 福音, 不许你悔改信耶稣, 耶稣救你, 福音, 哥林道前书15章, 是神为你做的, 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, 很多传福音区传, 你怎样信耶稣得救, 传福音区, 神很爱我们啊, 差遣他的独生子, 为你的罪, 死在十字架上啊, 你会不会将你的儿子送给别人啊, 代替某人受死刑啊, 但神就是这样, 为我们, 叫耶稣为我们受这个死刑, 代替我们受惩罚, 本来我们要去地狱了, 但耶稣为我们受了这个, 这个罪的惩罚, 这我们可以白白得救, 你信他他, 就是这个礼物, 他将这个礼物送给你, 你就是借这个礼物, 信耶稣就是借这个礼物, 你要不要借这个礼物, 你借这个礼物, 你就跟我说, 啊, 主耶稣啊, 求你赏允许我的罪啊, 我们就分清楚, 福音是恩典, 信福音是人所做的, 这个分清楚, 就告诉他神的大爱去拯救你, 然后带领他悔改信主, 也教导他怎样亲近神, 尊重神, 有些人以为, 这个要等一段时间, 其实马上就告诉他, 现在耶稣拯救你, 如果你是按照祷告, 这个人会觉得有些不同的, 祷告中有没有感受, 有不同的感受啊, 他说很平安, 很轻松啊, 那这是神的同在, 你想不想常常在这个状态啊, 你在这个状态, 神会安慰你, 依据你, 更新你的生命, 你就活得更开心啊, 你想不想啊, 我们就教导他怎样, 祷告怎样读圣经, 怎样跟从神参加祝福, 这个就是我们帮助他, 这个就是简单的, 解释这个, 经历圣灵步道法, 我曾经用这个方法很多次, 甚至在街上, 我为人祷告, 他们也有经历圣灵的, 在街上, 好了, 如果我们使用这个经历圣灵步道法的要求是什么呢? 自己, 第一, 自己多亲近神有经历圣灵, 有神强烈的同在, 也继续建立与神的关系和圣灵的恩高, 如果你没有圣灵充满的话, 你祷告, 按手祷告, 他不会有什么经历的, 所以我们首先, 我们自己多祷告, 也跟基督徒操练按手祷告, 然后问对方有没有什么经历, 跟基督徒操练的时候, 就知道自己祷告的时候, 有没有带着神的能力, 才能够使用这个步道的方法, 第二, 自己多操练为人按手祷告, 也讯问对方有没有经历, 来了解人怎样经历圣灵, 我们可以感受到的, 我按手的时候, 如果这个人太放, 我马上会感受能力的, 有不同的, 感受能力传递的, 但如果这个人, 不开放的话, 就好像按手在墙壁上差不多了, 在墙壁上没有感受的, 但按手在人的身上, 是可以感受到, 有些时候按手, 我马上感受力量, 推动, 就是这个人开放的, 好了, 在为人祷告, 按手的时候, 千万不要退人, 因为有些招会, 很多人跌倒, 我要退这个人, 然后这个人跌在地上, 就好像很有能力, 但这个人知道你是退他的, 其实我按手的时候, 留意我的手很轻轻的, 我就是我的手指, 碰着他, 不是整个手放在他上面, 是我的手指, 因为这样的话, 他不会有压力, 有些人按手是太重了, 这个手太重了, 如果有人有经历, 我们就说, 你继续投入的爱慕神, 会越来越经历神的工作的, 如果有人说, 我没有经历, 不要说你祷告, 你没有信心, 所以你没有经历, 而是说, 神听你的祷告, 你真心祷告, 神听你的祷告, 你会越来越经历的, 永远不要说, 你没有信心, 经历圣灵步道法, 也可以同时做心灵的依据的, 如果对方有忧伤, 或者是压力, 我们可以告诉他, 神很爱你的, 爱你的, 祂能安慰你, 依据你的心灵, 你可以重建你的生命, 你再一起活得开心, 你想不想为你祷告, 让神安慰你, 活得开心, 其实, 忧伤的人, 这个世界太多了, 是不是, 有压力的人太多了, 所以你, 认识一些人有压力的, 你可以分享一下, 你自己的经历, 怎样经历神的安慰, 然后你说, 你怎样经历, 你问他, 你想不想, 记得神的平安, 轻松再一起, 活得开心啊, 其实, 我们的开心, 已经会吸引他的, 他看到我们这么开心, 他可能会好奇, 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呢, 第二, 为药物上人祷告, 我们的祷告, 可以加上神关心我们, 和神能安慰我们的祷文, 也可以唱神爱我们的歌, 我们要留意他的表情和经历, 在为药物上人祷告的时候, 我们就加上更多安慰的话了, 主耶稣在我们身上, 主耶稣在我们身上, 安慰我们的心, 他现在在你旁边, 按手在你身上, 耶稣陪伴你, 与你同在, 耶稣很爱你, 他很看重你的, 我们一起爱慕神, 耶稣啊, 你来安慰我们的心啊, 你来感动我啊, 释放我的灵啊, 所以我们说一些可以去, 继续不去导文, 继续说耶稣很爱你的, 去告诉他一些事情, 在祷告中也可以加上这些, 耶稣关心你的痛苦的, 我们现在就求耶稣来安慰你, 耶稣求你安慰他的心, 让他知道他去被爱的, 他去宝贵的, 他去很重要的, 很多人伤害他, 他的里面很伤心, 但你看到你就是伤心, 你为他伤心, 你很想抑制他的, 我们能够说出他的感受, 他更会感受我们的关系的, 如果我们能够说, 这个人曾经被人伤害很多次, 很少很少经历人的爱, 很孤单, 耶稣知道, 耶稣关心我们的, 这样的话, 他更容易, 因为他首先看到我们关心他, 感受他的感受, 所以我们打高的时候, 他更容易开放他的信仰, 耶稣安慰他, 当他们有经历可以告诉他, 神就安慰你, 你想不想, 神继续祝福你啊, 耶稣可以安慰你, 和拯救你的, 我们就继续有经历, 我们就带领他去悔改, 新主啊, 继续被圣灵充满, 好了, 当我们做心灵意志的祷告的时候, 这些经文会有帮助, 可能你也会找到其他的经文的, 诗篇147篇三节, 他医好上心的人, 我好他们的上处, 他我好你的上处, 你的心灵有伤害, 神会医好, 我好你的上处, 这样你得医治, 然后苦当中的人来到耶稣这里, 耶稣就这样安息自己, 你就可以平稳, 安静, 很平静的, 然后我们可以唱这首歌, 我的心平稳安静, 好像断过来的爱子, 这样的话, 就我们唱歌的时候, 也许这种有感情的唱, 如果你这样唱, 我的心平稳安静, 是不是很不懂啊, 我们带领敬拜也是这样, 将感情放在我们的言语, 我们的曲歌, 我的心平稳安静, 好像断过来的爱子, 我们感谢神, 我们的声音可以很多变化的, 这个可以操练的, 然后以赛书46章3节至4节, 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, 直到你们连了, 我人血腰, 直到你们发白, 我人怀差, 这个以赛书其实有上次讲到神拥抱我们, 所以我叫他做拥抱先驱, 上次讲到神拥抱我们, 他是对神很有感情, 也说到妇人愿能忘记他去哪里的婴孩, 他也不会忘记我们, 神也不会忘记我们, 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书是很有感情的, 神拥抱我们, 宝宝我们, 从我们出生, 直到我们去到天堂, 见到他, 你现在经历的平安安慰, 就是他拥抱你, 你想不想要继续的拥抱你, 继续的安慰你呢, 然后罗马书15章3节, 辱骂女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, 落在基督身上, 所以有人骂我们的时候, 就是基督已经受了这个辱骂, 所以我们不需要受了, 这些辱骂都落在基督身上, 然后罗马书8章15节, 你们所受的不是儒仆的心, 人就害怕, 所受的那是儿子的心,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, 就是说, 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, 爸爸, 真的, 他是我们的爸爸天父, 是我们很亲密的天父啊, 他看我们也是很亲密的, 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啊, 就是这个女人有十二年, 血漏, 血漏, 他摸耶稣的时候, 耶稣有说, 女儿放心, 你的心就能力, 他称呼他女儿, 给他很大的安慰, 我们首先有这种安慰人的心, 然后我们就能够, 安慰人了, 然后帮助人心灵, 得意志, 怎样帮助人得意志呢, 因为他医好伤心的人, 第一, 深信神爱我们和想祝福我们, 神叫我们变得宝贵, 被有伤害的人, 有压力的人, 都是觉得自己没有用, 没有人喜欢, 但现在神真的爱我们, 我们变得宝贵, 首先我们自己为人祷告, 我们相信我们是宝贵的, 但我可以说, 很多基督徒不觉得自己是宝贵, 因为他说我犯罪了, 我软弱了, 我没有好好侍奉神了, 所以觉得自己没有用, 但其实圣经说, 你一杯凉水, 神都不会, 都会想祭, 都必定会想祭,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, 我开始正宗神, 神就喜悦, 所以我就变得宝贵, 马上变得宝贵了, 不去等你成长, 而是马上就可以了, 然后第二点, 其实我写错了, 三个人写, 圣信神会赐恩给爱他的人, 神会补偿他们的损失, 就是神爱的人预备, 眼睛未曾看见的, 有人伤害你, 他敞夺的所有的福气, 神都会补偿给你, 而且你领受更多, 神依据你, 将更多的恩典给你, 然后其中一个方法, 是回到受伤害的情景, 问耶稣在自己受伤的时候, 他有什么话对我们说, 也可以用圣经的话, 向以前的自己说话, 来带来安慰和释放, 昨天我们有做这个祷告, 就是请你们回到受伤害的情况, 然后因为耶稣是无所不在的, 就是以前我们受伤害, 耶稣也是同在的, 你就问耶稣, 请他们问耶稣, 耶稣啊, 你有什么对我说的话, 我当时很伤心的, 你有什么对我说的话呢, 或者是我们自己, 现在的自己, 对以前的自己说话, 就说, 啊, 我知道你当时被人欺负, 觉得很不开心, 但你在不停的成长, 你信了耶稣, 后来慢慢你成长, 帮助人了, 所以你可以放下这些伤害了, 你对自己的小孩子说话, 你放下伤害了, 你就可以放心了, 以前的伤害已经过去了, 耶稣已经安慰你, 所以我们可以, 用圣经的话, 对自己说话, 代替耶稣对我们说话, 带来我们的义气, 也可以用拥抱帮助有些人, 代表耶稣, 拥抱他, 带来安慰, 好了, 这里写第五, 从任何经历, 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, 这是, 啊, 这个经历这么平安, 是神的祝福, 神的帮助, 然后第六, 体恤和饶恕伤害我们的人, 他们成逼人多次伤害, 就是我们处理这个伤害的时候, 因为很多时候是被人伤害, 我们就想到这件伤害, 我们人其实受了很多伤害, 所以他们医生人都是受伤害的, 我们就怜悯他, 为他祷告, 也饶恕他, 因为饶恕人才能得释放的, 饶恕人, 谢那人, 才能够自己得释放的, 然后神喜悦我们亲近神, 常常以神为乐, 我们就有喜乐了, 整天在喜乐中, 这里是简单讲到, 我们自己得心灵意志, 也带领人整个心灵得意志, 首先是, 登圣的相信神很爱我们, 相信我们爱神, 神必定祝福, 所有圆场多的神会补偿给我们, 然后可以回到这个受伤的情况, 求耶稣安慰, 有些时候就是按手祷告, 也带来安慰的, 然后任何的经历, 平安, 轻松都是神在祝福, 就感谢神神在意志我, 然后体虚伤害我们的人, 就饶恕他们, 而且亲近神就有平安喜乐, 这个喜乐就代替我们受的伤害了, 这个需要时间的, 我们告诉他, 有些我自己有这个经历, 可能你们也有这个经历, 被人伤害之后, 我们在心里面处理, 没有问题, 不需要被他影响, 我们赞美主, 哈利路亚, 就平安了, 但好, 可能到半夜, 醒过来, 里面还是有很不舒服的感觉, 或者是其实有不舒服的感觉, 就告诉他, 有些时候我们处理思想, 但情绪还是受伤害的, 这个需要继续的处理, 你的内心就慢慢被传, 完全被抑制了, 感谢天父, 求神帮助我们使用这个, 经历圣灵步道法, 而且这个帮助人心灵得抑制的步道法, 去传福音, 哈利路亚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